想要过年回家的花莲游子特别注意了 因应春节年假返乡需求 除了台铁家开班次从9号开始可以订票之外 花莲县政府也推出了返乡专车 全票主要新牌币200块钱 踩实名制搭乘 会在1月17号中午开放网路订票 因应春节年假的返乡需求 台铁公司从2月6号开始一直到2月15号 除了暂停发售清止车厢车票 该以一般车厢方式贩售 全线也加开超过200列次的各级列车 而其中也包含2月7号及2月13号 提供7则优惠两列次的东部干线红颜列车 这一次的运人较平常日增加了6% 那以112年春节输印相比 每日增加7994个座位数 那订票的骑程 那我们东部干线是从113年1月9日零时 开放各级对号列车的一个议定 那实名制的部分是从113年的1月11日零时开始议定 那预定到开车前3日 此外花联县政府也推出台北花联两地往返的返乡专车 南下搭车时间为2月7号晚间7点37分及2月8号上午9点半 而北返时间为2月13号下午5点5分及2月14号下午2点16分 花联县政府特别提供了专属于花联的U开头的或者是我们在外工作的青年朋友或者是在地的青年呢 本人直系的亲属或者是配偶等等有一个返乡的专车 搭乘这个专车呢 可以我们的票只有最优惠的200元 以及返乡的时候花联县政府会提供我们春节应景的小物 来给我们所有搭乘这个专车的所有的朋友们 希望大家踊跃在元月17号能够上花联县政府的官网来做订购 这次的春节返乡专车为泰鲁阁号 每列有376个座位 今年同样安排县内区间转乘服务 停靠站分别为寿风、凤陵、光复、瑞穗及玉里站 至于详细内容 欢迎民众可以上花联县政府民政处网站查询 记者 徐立清 花联市报导